神棍 那老師 第一個就是 如何分辨什麼是神棍 什麼是真的老師 其實很難分辨 現在的台灣的這個宮廟最多 基同神明降價 你怎麼去分辨 這個是真神正將降在他身上 還有更惡劣的是 沒有神降 他自己跳 他自己演 他就自己是神 一般的民眾他很難了解 你就只能問他的事情 然後他回答你準不準 你覺得有準 你再去 沒有準 那就算了 那就是有一個網友 他問說 就是清明節掃墓 先掃到墓的人 就會更容易得到 就是主線的評論 這是真的嗎 這個我聽過 這個就是民間的傳說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大概大我幾歲 他是高雄人 他掃墓要回高雄 他有一次 清明節開車 回家要去掃墓 你知道要開多久嗎 開十個小孩 後來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也不一定要清明節那一天嘛 就提前一個禮拜回去掃不就好了 他就聽我的話 他哥哥就罵他了 你先回去掃 你就什麼好坑的都得了 玩掃的人 就沒得到祖先的屁印 他說我說 你提前一個禮拜回去掃 你有得到什麼好處 你運有比較好嗎 你最近有比較賺錢嗎 他說沒有啊 對啊 他說沒有錯啊 那個就是道聽徒說 祖先喔 他要人批應子孫 也要他過得很好 他有好的時候 他才能批應子孫 如果他過得不好 怎麼會批應子孫 所以 你要求祖先 倒不如求神比較快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所謂的戴天命是什麼 然後還有 戴嘎又是什麼 讓網友知道一下說 這一些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這個 你再說一次 戴天命這一種說詞就是說 當神辦事 這叫做戴天命 但是 以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 是不是天命 天機不可洩漏啊 如果你可以知道 你不就是神了嗎 一般的 我們是一般的人 我們怎麼會知道 你有戴天命 沒有戴天命 一定有人跟你講 對 那這些人 也許是有的是真的 我們不能否認說 完全是假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 他要招攬信徒 假設他這間宮廟 相克並不是很多啊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來 來 你有戴天命 天島 每天要來修行 每天要來打坐 那你不就成為他的信徒了嗎 喔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而且也最有 說服力的一個方法 是是是 不是我講 是神講的喔 你不來 你回歸神的旨意喔 你是會害怕 你不得不來 而且他很容易就吸收到 他的信徒了 喔 但是有沒有是真的 有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當然有些真有些假 我們很難判斷 但是如果假設你真的 你這個時間我沒有辦法來啊 我要拚失業啊 那你就先跟神明講 如果神明他不同意 他要讓你倒霉 我覺得這不合理 這個應該就不是真神真假 喔 你懂意思嗎 這個可能 你真的倒霉了 也許是有人對你做法 讓你倒霉了 而不是神的旨意 如果是真神正假 他不會勉強你 也不會限定你 說一定要來這邊修 喔 那對嘎是什麼 對嘎是什麼 對嘎是什麼 對嘎就是 他 就是旨身 你有這個 靈媒的體質 你要來當這個旨身 包括有的說代嘎 代價 對 代價 不是那種 欸 自己在做代價 好 謝謝老師 老師不要這樣講 你故事真的太多了 我們留下一次 實體可能要講到早上七點 對啊